好,这个单元我们要来谈的是货币 那首先我们要认识,要去理解,要去询问 为什么货币会出现 货币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 货币可以解决商品买卖或者交易的时候的许多不方便 比如说你今天想要跟人家买一头牛 但现在买一头牛比较不太可能 比方说你现在想要买一台脚踏车 那么那个人说你必须用一头猪来交换 那你没有一头猪怎么办? 你就不能跟他买这台脚踏车了,是不是? 不过一头猪可能可以拿什么来换呢? 说不定是拿一台机车来换,对不对? 好,假设说你没有货币 可是你必须义务义务 那么当然就买卖不方便 所以如果有了货币之后 你就可以说我这里有三万块的货币来买你这一只猪 那这样以货币的方式来解决交易的问题 那就会使这个交易变得有效率 而且能够降低交易的成本 什么意思? 如果你今天要跟他换一台摩托车 可是你要用一只猪来跟他交换 你是不是还得把这只猪给运过来 那你是不是无形中就增加了运费,是不是? 所以那如果说今天能够以货币的方式来交换的话 就可以降低交易的成本 有助于经济的运行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从这个货币学上来看 这个货币他有他自己眼镜的历史 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认识一下眼镜的历史 然后接着呢 我们也能够接到现在我们的货币 到底都呈现出什么样子 我们的这个货币的交易的形式的这个多元性 首先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一物一物的时代 没有任何的交易媒介的情况 好,早期人们呢 常常是采用一物一物的方式来满足生活物质的需求 那么这种一物一物的方式有什么缺点呢? 第一个不容易找到更好愿意交换的对象 好,再来就是衡量物品缺乏公平的判断标准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 你拿一头猪要来跟我换一台 一辆这个电动摩托车 那这台电动摩托车价值是七万 你要跟我换一台狗狗肉 那我会觉得说你这个猪还不能换我的狗狗肉 对不对 那到底你觉得可以 他觉得不可以 那到底怎么办 那这个判断标准有谁 这个价值的判断标准 由谁来定才会公平 再来就是交易过程会耗时费力 一物一物的交易过程会耗时费力 甚至还会无形中增加一些成本 那再来我们就看一下 如果进行到商品货币有交易媒介的情况底下 来我们来看一下 为了要改善一物一物的缺点 人们就开始发展出了以交易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物品来作为交易的媒介 比如说过去的远古时候的人曾经用过什么呢 贝壳来作为他们的交易的媒介 也用过黄金或者是白银来作为交易的媒介 来这里所谓的金属我们特别讲一下 金属作为交易媒介又称之为金属货币 那这种交易方式就完全都好吗 我们来看一下他有没有什么有缺点 商品被用来当作一种货币会有一些 比方说不管是贝壳或者是黄金白银 他基本上他本身就是商品了 商品被用来当作货币的时候 好他有一些优点 他普遍被人们接受 而且肯定再来就是数量会稳定 再来就是这一个商品作为媒介的这个商品 本身具有一定的价值 所以你很愿意 再来就是这个商品必须要是不容易变质 而且可以细分 而且还可以储藏 好这个就是交易的媒介 那当然了在这三种 如果从贝壳黄金跟白银来看的话 贝壳容易变质 然后当然他可能容易细分 那储藏就不知道 因为他容易风化 黄金跟白银可能就更加的有信用度了 对不对 如果他作为交易媒介信用度是更高的 再来第三个部分 我们要来谈的是有关于法定的货币 这就是也是属于有交易媒介 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 越来越复杂的情况底下 商品货币因为数量不足 或者是不服使用 比如说你今天要跟人家买一栋房子 房子 然后你说你要用多少多少 1000公斤的贝壳去买 那么现在你要怎么样 带着这1000公斤的贝壳去给对方 是不是很麻烦 那再来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要带着黄金 去跟人家买房子 或者白银去跟人家买房子 哇你似乎也增加了一种所谓的负担 所以说这个商品货币 这种都是贝壳啦 黄金白银都属于商品货币 商品货币 这样的商品货币会有一些携带 也是 leading Roth 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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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